今天这集节目呢 我是来道歉的 因为上个礼拜呢 因为我工作是在有一点忙碌 所以我没有办法录音 那这个礼拜呢 我是读了我准备要介绍的书 可是我发现这本书 我觉得写的不是太好 它的主题是自杀 跟自杀有关的 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趣 因为它要为自杀这个行为做辩护 它想要说明说 自杀在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一种合理 而且合乎道德的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可是我读了这个书之后呢 我觉得它有些地方没有写好 甚至我发现有一些 它提供的讯息 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因为跟我看到的 其他资料来源里面 显示的资讯的内容不太一致 因为这个主题也很严肃 是跟自杀有关嘛 所以我很怕在节目里面 因为我读了这个书 然后就给听众提供一些 错误的讯息 所以呢 我觉得针对自杀这个主题 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再做多一点的研究 也许再读一些不一样的书 我觉得我才能够比较准确 然后而且能够比较好的 把自杀这个主题的书 或者是知识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个礼拜我就决定 我就暂时不分享 这一本有关自杀的书 非常抱歉 但是既然我们不读书的话 我们还是要来听一点音乐吧 我做这个节目 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 我会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首音乐 通常都是古典音乐 那有很多朋友都留言告诉我说 是听了我的节目之后 他们才开始去欣赏古典音乐 我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 古典音乐好像不是特别受欢迎 也许在全世界都这样 就相较于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不是那么的受欢迎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孤单 甚至我发现在我自己的朋友里面 好像喜欢读书的人还要远多过 喜欢古典音乐的人 所以有时候难免觉得有一点点孤独 所以很高兴有一些朋友 听了我的节目之后 也开始去听古典音乐 那也有很多朋友呢 针对古典音乐就提出一些问题 比方说有些朋友就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节目里面 再多介绍一些聆听古典音乐的方法 好的 那我就趁这一次没有读书的机会 我来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 古典音乐怎么样去聆听 但首先要说明的是 我是一个业余人士 我没有受过任何一天的 专业音乐的训练 我纯粹就是喜欢听而已 所以下面我说的呢 大概可以视为是一个 纯粹爱乐者的 聆听古典音乐的一些心得吧 我听很多人都说 就相较于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会比较难清净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有些古典音乐的曲子 可能动辄都蛮长的 也许都20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甚至到一个小时以上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跟流行音乐不同的地方是 流行音乐通常是有歌词的嘛 它是用唱的 可是那古典音乐很多时候 如果它不是声乐的话 它如果是纯粹弃乐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歌词 有时候你就会不知道 怎么欣赏这个古典音乐 你可能会迷失在这个 音乐的茫茫大海里面 不知道怎么样听 所以如果你过去 从来没有接触过 古典音乐的话 我的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是 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古典音乐常见的 乐曲的结构 而这个古典音乐的结构呢 其实是跟它 历史发展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所说的古典音乐 最早大概追溯到 17世纪 就是巴洛克时代 就是巴哈那个时代 开始这一些西方的音乐形式 我们把它叫做古典音乐 那在那个年代呢 也是从17世纪以来 这一些古代的音乐 跟现代的音乐相较起来 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别 那就是现代音乐 我们绝大多数时候 听音乐都是听录音 就听人家早就已经录好的录音 然后我们去听 可是这在以前 在20世纪以前是办不到的 所以从17世纪到19世纪 这200多300年的时间里面 很多时候那个音乐 你听到一个喜欢的音乐 很有可能就是 这辈子就只听到 这个音乐一次而已 因为你不可能有录音 你要再听到一次这个音乐 唯一的机会 你就是要把乐团找来 然后重新再演奏一次 可是不是任何人 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就算你是王公贵族 也不见得有办法 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 去重复聆听你喜欢的曲子 所以很多曲子你一辈子就是听一次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记住这个曲子 一个曲子要让人能够被记住 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办法 当然就是重复 很多流行音乐 我们之所以耳熟能详 大家这么的喜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在广告里面 在广播里面 在电视上 电影里面 或在YouTube上面 不断重复被播放 因为重复被播放太多次了 你对它产生一种熟悉感 那人呢 天生就会喜欢熟悉的东西 听了这个曲子太多次 你把它记起来了 你对它产生熟悉感 于是你就喜欢这个曲子 那在以前的年代里面 没有录音 所以办不到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所以古典音乐 在同一首曲子里面 一个主题 它可能就会重复好多次 它重复好多次的目的 就是要你能够 即便你一辈子 只听这首曲子一次 你还是能够对这首曲子 产生一定程度的熟悉感 可是呢 一个乐曲又不能够 只是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因为如果一个曲子 它不断重复的话 你可能会对它 熟悉是很熟悉 可是你会觉得很厌烦 因为就是不断重复嘛 没有变化 没有心意 你很快就听腻了 你也不会喜欢这个曲子 所以西方的古典音乐 它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 它发展出来一个取得平衡的方式 这个取得平衡的方式 就是一方面 它的音乐要有重复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这个音乐在重复之中 又要有变化 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古典音乐的曲子 它都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 ABA的结构 所以ABA的结构就是 前面它会给你一个或两个 重复出现的主题 重复出现的音乐 然后让你听熟悉了之后 中间会有一个B段落 B段落就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音乐 然后等到这个B段落结束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熟悉的 A段落又回来了 你又再一次听到 你一开始 听得很熟悉的那个音乐 又回来了 绝大多数的古典音乐的曲子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结构 但我说ABA 这是一个很粗略很粗略的讲法 因为绝大多数的曲子 它都不是只有ABA这么简单 它可能是ABCAB 或者是AABCA之类的 但是大原则就是 一开始出现这个主题 它可能会重复一次两次 然后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性格的音乐 然后到最后尾声的时候 这个你一开始听重复 听到已经觉得 有一点点熟悉的那个音乐 又会再回来 然后再让你回味一次 再让你感动一次 是最基本的古典音乐的乐曲的结构 那知道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这个结构 它可以帮助你 去聆听一首你原本不熟悉的音乐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一首陌生的 不熟悉的曲子 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迷失 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困惑 不知道这个曲子现在进行到哪里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曲子 等一下会带我到哪里去 可是如果你知道古典音乐里面 绝大多数曲子 有这个最基本的结构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安心 因为你会知道说 不管这个曲子多么复杂 不管这个曲子多么令人困惑 到最后到这个曲子结束之前 你会听到一开始 你听到已经有一点点熟悉的那个音乐 又再重复出现 我相信任何一个听古典音乐的人 包括我 难免都会听到不熟悉的曲子 然后难免都会在这个曲子里面感到迷失 可是当你一旦注意到这个音乐的结构之后 你多听几遍 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个音乐 它为什么这样写 你就能够比较理解这个音乐 它是怎么样子被结构起来的 下面我要放的一首音乐呢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音乐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过 那就是贝多芬的悲创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这曲子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因为它在各种电影里面 电视剧里面 广播里面 或各种环境背景音里面 都常常可以听得到这首曲子 那这首曲子其实相对简单 而且它的情感也很直接很明白 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结构 你也能够很容易去欣赏这首曲子 可是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去注意到这个曲子的结构的话 也许这个曲子会对你展现出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曲子也许会对你展现出不一样的意义 或不一样的情感 这首曲子呢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 就是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个主题 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 那这个主题呢 它在一开头的时候 它会重复两遍 那这两遍其实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第二次重复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和声变丰富了 然后呢 重复两遍结束之后 你会听到有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呢 就是一个性格有点不太一样的音乐 然后这个差距结束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曲子又回到那个熟悉的主题上面 然后这个主题再重复一次之后呢 又会发现这个曲子进入到下一个不一样的差距 接着这个差距结束之后 下面这个乐章就真的要结束了 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个一开始的主题 又再重复了两遍 而这次呢 最后重复了这两遍 跟一开头的这两遍 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在最后重复了这两次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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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节奏 那这个节奏呢 就伴随着旋律同时出现 而这个哒哒哒哒这个节奏 在一开始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 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古典音乐 其实它就是在重复跟变化之间 取得一个美感上的平衡 它必须要重复 就是因为在古时候 你这个曲子也许你一辈子就听一次 所以一定要在一首曲子里面 就有所重复 可是呢 又不能让你觉得无聊 不能老是原封不动 所以又要有所变化 有一些不一样的主题 插进去在里面 可是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 这个曲子几乎一定 会重复再次出现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两百年前的人 如果你不是什么王公贵族有钱人 你去听音乐会 你听到一个这么喜欢 这么喜欢的曲子 可是你很明确知道 你生命中不可能 第二次听到这个曲子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听到了这首曲子 最后那个在线部 最后那个 最后重复出现的那一段 你喜欢的音乐的时候 那你觉得 你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下面呢 我会完整地播放一次 这一首 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我要放的这个版本呢 是由钢琴家 Daniel Barronboy 就是巴伦波音 所演奏的一个版本 他是在1959年的时候 所录制的 祝福音乐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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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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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